日前有媒体报道说,莫言被一代一家乡的天价香烟,这一条售价就是两万元,这事是真的吗? 看看这张网传的照片,这写的词,这简影,的确都和莫言相关。 还有传言说,莫言代言的这种品牌的香烟采用了极为奢华的紫檀木包装,限量销售一百套,每套售价两万里一百二十元。 对此,莫言的女儿,个人助理管笑笑,在昨天晚上辟谣,称,我的父亲过去不会,现在不会,以后也不会代言烟草。 与莫言有版权合作的,北京经典博维图书公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,这应该是条假新闻。 莫言的二哥也表示,他没听说过莫言为香烟品牌做代言,也许是意犹未尽,管笑笑在微博中喊转发了另外一位著名作家卖家的一句人声物语。 我们必须学会和种种不愉快一起生活,学会管理他们,控制他们,忽视他们。